于池国小暑期夏令营很不一样 为了让孩子突破与勇敢学习英文 今年特别向侨委会申请海外华裔大学生 及高中生返台服务偏乡小学 校长廖志佳说 这次围起两周的英语夏令营 就是要让偏乡小孩学好英文 减少城乡差距 增加学生的竞争力 于池国小学生太幸福了 该校校长廖志佳说 这次向侨委会争取来的英文夏令营 机会难得 除了要先经过学校的场地勘察初选 让华裔青年放心居住环境外 还要以设计教学内容 获得侨委会的青睐 而原本预估只编制50位学童 在获得家长热烈响应下 共招收了58位学童 比较可以亲近 因为可以讲英文和中文 就比较容易对话 就不会说不清楚你在讲什么这样 因为平常跟外国人讲话不习惯 然后来这里培养一下 跟他们交流 2018华裔青年返乡英语服务营 这个计划它是透过县市的计划 提出评比之后 送乔委会进行全国的评比 入选之后它会进行 学校教学场域的会刊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课程的设计 我们这边派出一位 英语专长老师 去跟我们华裔志工青年一起讨论 接下来两周的课程安排 就是让小朋友可以符合当地的特性 还有学生的程度 来设计这两周的课程 来自美国的华裔青年 于可利说 这里的学童英文能力都还不错 也很高兴自己能够回来台湾服务 而同学也都很开心 有这样的暑期夏令营 增加自己未来的竞争力 因为我很小出国 所以想要回来帮向下的小孩子 教英文 所以他们会有比较多兴趣可以学 因为大城市他们 最近比较朋友 所以他们有比较多材料可以学 乡下就是比较不同 所以想要回来乡下的地方 就是让他们有兴趣 英文是一个对本身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它可以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然后以后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让自己可以幸福一点 或让父母幸福一点 因为英文可以是国外共同的语言 就是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 学习能力和语言能力 小朋友透过这样的英语学习 跟世界上的所有人可以沟通做朋友 所以用英语与世界做朋友是我们的宗旨 也希望所有的学习不应区域性的差异 或是偏向造成它学习上的落差 于池国小重视学生多元学习 适性发展 这次积极向乔委会争取 并设计精彩的课程教学内容 提供偏向学生接近英语 打开自己的国际视野 打开自己的金融